引言人林志玲 林志玲一出场 现场一片惊呼声 因为没人知道林志玲会来 台北电影节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如期举行 我想我们要一起为这些 又细腻而倔强的电影人加油 林志玲担任开场引言人 她也同步在IG PO上了背部全裸的照片 破除她发福怀孕的传闻 林志玲成为台北电影节 第一个彩蛋 人生第一次主持就献给台北电影奖 台北电影奖勇敢大胆 还是你很有勇气 我觉得是焦哥你最有勇气 我想说你都不怕了 我有什么好怕的呢 你误会了其实我怕 我只是演技好 那你演得很好 不能输给下面这些人 客家宴献出主持处女秀 表现落落大方 这是第二个彩蛋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台北电影节成为最早登场的实体影展 所有艺人都盛装出席 红毯上争奇斗艳 接下来我们邀请的也是颁奖人 柯震东林依晨 林富平女神林依晨搭配柯震东 首次穿着养眼的服装 中洞大开 小露性感 台北电影节影后影星 更是穿着一席白色露背礼服 成为红毯上最抢眼的女星 他应该会哭出来 王静 返校 谢谢你们在 所有人都放弃我的时候 现在我 演出国片返校的女星王静 获知得到最佳女主角 在台上喜极而泣 返校总共在台北电影节 获得六项大奖 成为今年最大赢家 东显 月中英在台北报导 我 感谢观看